F1戰機 追海軍獲救生醫等物件 國軍持續的搜救飛官潘影尊 AZ疫苗開打 從他有超過一千五百名的醫護接種 用一人傳出發燒症狀 檔檔會認定 舊總是國民黨的富水組織 追逃近九億的不當取得 情況發言疫情全球確診病例上升 事實組織研判使英國變種病毒散播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三月二十三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曹彥俊 台東至航基地兩架F51戰機 擦撞墜海事故 導致有辽民飛官一人殉職一人失蹤 目前救援行動已經超過了二十四小時 增立在屏東的九棚沙漠 還有男人漁港暗記找到一紙軍靴 救生衣和零星的戰機殘骸 而另外 在台東的南田村海邊 也發現疑似殘骸 最近消息是又發現了一頂飛行頭盔 相關單位是持續的搜索 希望可以盡快找到上位 潘苡凡 疑似戰機油箱隔六裝置出現在 男人漁港旁的海岸 搜救人員持續沿著 暗記地毯室搜索 不放棄任何一絲 跡象 臺東至航基地兩架F51戰鬥機 擦撞落海已超過二四小時 搜救進度不中斷 二十三號下午又陸續發現 戰機殘骸 下午在男人漁港的暗記這裡 是找到了一塊大塊的飛機殘骸 另外岸邊還有一些不明的黃色泡棉 所以國軍下午的時候是加大力度 在搜尋周邊的方向 是希望說能夠找到更多的飛機殘骸 甚至更進一步的找到失蹤飛官 季凌晨在屏東九棚沙漠地區 巡獲軍靴急救生衣戰機殘骸 往南又發現零星戰機殘骸 國軍把握黃金關鍵時間 出動黑鷹超級美洲獅等直升機 持續入海空搜救 昨天晚上我們總共搜尋到的就是靴子 然後凌晨的時候 食貨飛機的一些殘骸 還有一件救生衣 大概目前是這個狀況 沒有辦法判斷出來 這個要送回七連隊 他們才有辦法去做比對 我們大概從外觀是沒有辦法判斷 出來的 搜救人員 根據飛機落海地點及最後定位 制定約六至九公里的搜尋範圍 以屏東滿洲鄉港仔村為中心 分三個方向 持續搜索飛官潘影尊 而罵尚化檢方也完成初步相驗 罵尚化的家屬下午在空軍陪同下 從旭海一帶往港仔村方向沿途招魂 由於這兩天天氣及海上不佳 山區部分地勢又複雜 增加了搜救難度 指揮官除了提醒搜救人員注意安全外 也希望能盡快找到失蹤飛官 記者陳煥宇 許正俊 張明哲 屏東台東報導 兩架F-51戰機傳出疑似插狀意外 導致中衛羅尚化殉職 尚未潘影尊失蹤 國防部也宣布 在二零二四年 會有永鷹高造機 來全面取代F-5戰機 但距離交機還有三年 為了要保障飛行員的生命安全 所以將會斥資六億 為F-51戰機來更換彈射影 最快在年底改裝 空軍兩架F-5戰機飛安事故 導致中衛羅尚化殉職 尚未潘影尊失蹤 搜救工作刻不容緩 追查失事原因也是關鍵 事發當下無線電求救訊號 就凸顯當時情況緊急 二十二號下午兩點半 一批四架次F-5戰機 從台東制航基地出發 飛往嘉東靶場進行炸射訓練 二號跟四號機 都是單座的F-51戰機 在脫離靶場後 兩機變換陣型 下午三點零七分 疑似插狀 有機目視座椅彈飛 飛機跟人員墜落雲層 前空軍副司令張彥廷分析 戰機在變換陣型時都有風險 必須考量速度 溫度 氣壓等 多項外在因素 這個高空亂流 或者是吃到掌機的尾流 或者是進到雲層 它的視線上受到的阻礙 受到的影響 吃到的尾流之後 飛機會短暫的產生失控的現象 都會造成操控上的困難 那飛機員遇到這個 什麼樣的狀況 到時候應該問一下 一號機跟三號機 他們飛回來 他們在空中 實際上所看到的狀況 這也是國軍十五個月內 第五起墜機事故 導致14名官兵死亡或失蹤 國防部也宣布2024年 全面太除F5戰機 交棒永鷹高叫機 但交機空窗期長達三年 也讓F5安全性亮紅燈 尤其這次不幸訓辭的 中衛羅尚化 檢方出判死因為 頭部遭重擊 導致爐內出血 去年10月 跳傘訓辭的朱冠謀 尚未駕駛F51 也被驗出有撞擊傷害 東浪老舊彈射 以系統的問題 再次浮上台面 空軍一次之六億 要替F5機隊全面換裝最新的 NK16彈射椅 只是更換彈射椅 最快也要等年底 明年初才能開始改裝 張英田認為現階段 必須進行三大通盤檢討 像是F5機零過高 體質雖好 後勤維保得嚴格把關 永鷹高校機必須超前部署 加上訓練飛行員的應變能力 過程絕不能超之過急 可透過模擬機 摸熟程序後再升空 記者黃捷 現在的無錫湯 台標佬 台東F51戰機 發生了墜海意外 總統蔡英文表示 已經指示 國防部要全力搜救 也向殉職飛官家屬 表達哀悼 國防部長邱國正 是在上午的時候 抵達台東 來指揮搜救 更表示 不會放棄任何的希望 除此之外 也前往靈堂來慰問家屬 對於沒有照顧好國軍 表示抱歉 台東制航空軍基地 兩架F51戰機 二十二號執行 訓練任務時 發生擦撞 兩名飛官 一人殉職 一人失聯 總統蔡英文 上午出席 三總 松山分院 航空醫學大學 動土典禮 特別提到 已經指示 國防部要全力搜救 也向殉職飛官家屬 表達最沉痛的哀悼 我已經指示 我們的國防部 務必要全力地搜救 並且釐清事故原因 我要向殉職的飛官的家屬 表達最沉痛的哀悼 我非常的難過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飛行事實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們卻要努力去防治 我覺得空軍已經做了 最好的準備 但是天后的因素 人為的因素 會有這些事情的發生 曾是飛行員的退府會主委 馮世寬 則表達非常難過 希望大家為空軍加油打氣 國防部長邱國正 二十三號上午 一早就先前往了 臺東制航基地 聽取簡報 並且指揮搜救工作 也代表總統蔡英文 前往慰問家屬 求國正也前往 臺東勢力殯儀館 向殉職飛官羅中衛的 臨位上香致祭 感謝他的付出 以及為國犧牲奉獻 除了向家屬表達哀悼之意 也神情凝重 表達歉意 這種狀況 我當我個人 我覺得是很大愜意 長久以來 人員的訓練天后或機械方面問題 我們還要釐清之前 我們沒有任何角度的錯在哪裡 邱國正表示 搜救工作不會停止 也給予迅時飛官家屬撫恤 只是對於外界關注F51的 泰幻騎乘 談社已是否更新等 邱國正表示 這些國防部都按照程序 一步一步在做 但是不能夠一下跳過 以免節外生枝 現在事故的原因 都有專案小組調查 空軍也請外界不要臆測 傷害國軍士氣 記者韓英朋友組 張明哲 台北台東報道 登場會在先前認定的 中華救助總會 為國民黨的附隨組織 並凍結名下的財產 現在決議舊總名下不動產 還有民國五十九年 向大眾募集的一人一元 捐獻舊大陸災包 是不當取得 金額將近九億 必須要在三十天之內 歸還國有 舊總也發表了聲明指出 黨產會一意孤行 喪失了公正立場 會尋求司法救濟 黨產會先前認定 中華救助總會 為國民黨的附隨組織 並且凍結現有財產 十三億元 經過半年的調查 黨產會認定 舊總名下財產屬於 國民黨不當取得的財產 要求舊總三十天內 將名下不動產 及現金將近九億元 歸還國有 這些前進了舊總的戶頭之後 他當然有部分 他運用掉了 他去做他的救濟業務 但是他留下的錢 他沒有繳回 他去買了這些不動產 黨產會列出表格表示 舊總名下的不動產 包含土地建物等公告 限制高達八億多元 另外舊總在民國五十九年 向大眾募款 一人一元捐獻舊 大陸同胞 存在中央銀行專戶 後來舊總臨走約三千多萬 加上美金七十五萬元 這六千多萬都該繳回 至於其他的四億多元現金 黨產會還要再調查 那舊總經過多年之後 還有加上中央銀行所給的利息 然後就存到他自己的帳戶去 從此就讓外界無法去監督 人家監的東西 他怎麼跟國民黨有關係呢 那政府發取的 那國民黨是政府 然後就全部是 反正這個 他們不需要理由 他們怎麼亂搞 就是 國民黨認為 黨產會認定捐獻款項為不當取得 太離譜 中華救助總會則發出了新聞稿表示 黨產會早有定見一意孤行 喪失公正立場 目前舊總是否為國民黨的 附隨組織一案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還在審領中 現在就認定移轉國有 顯然違法 將尋求司法救濟 要求法院停止執行 並且撤銷處分 記者韓音朋友組台北報導 台中林山地區 在昨天和今天可以說是 九旱逢甘林 剛好在田市和水蜜桃等 水果的萌芽期 已經碰上了降雨 只可惜這一場雨 對於德基水庫來說 似乎是沒有幫助 而新竹寶山二水庫也幾乎見底 目前的拒絕率是剩下不到一成 但水利署指出 新竹地區的用水 目前還不會有問題 山區下起雨 果農拿起手機 記錄這等了許久的時刻 台中林山地區 至於從今年二月中的一場毛毛雨至今 已經一個多月沒有下雨 現在正值當地田市水蜜桃茶葉等作物的萌芽期 這場雨對果農來說 相當珍貴 雖然二十二號二十三號連續兩天 梨山地區都有降雨 不過德基水庫的進障維護其微 目前的蓄水率僅剩百分之六 二十三號的水位 還比前一天降了四十七公分 水位下降的狀況未見趨緩 水律署表示德基水庫要有明顯進障 就要看接下來的降雨狀況 是否能持續 而新竹的寶山二水庫水情一樣嚴峻 目前蓄水率剩下百分之八點八 水庫也快見底 不過北水局強調 目前新竹地區的供水 還不會有問題 一個供水的狀況還可以維持一定的一個穩定度 北水局表示新竹地區每天平均用水需求是五十五萬噸 雖然寶山和寶山二兩個水庫目前儲低水位 但還能由頭前吸龍恩宴取水 加上桃園每天供應約二十一萬噸水 希望能順利度過缺水危機 記者秋指揮彭安群 張俊豪 綜合報導 全台水晴吃緊 其中是以新竹 苗栗和台中等地 已經呈現減量供水城東的縣市最嚴峻 經濟部長王美華就指出 對於供五停二的限水措施 他說要做最壞的準備 而根據氣象預報 從今天晚間開始 因為華南雲雨系東移將出現降雨 如果可以落在集水區的話 增有機會緩解水晴 全台水晴持續緊繃 其中又以新竹 苗栗 台中等 已經亮出減量供水城東的縣市最為嚴峻 前任長蘇貞昌二十三號指出 這次是歷史上最乾旱的一次 如果發生在過去早已限水 經營部長王美華也坦言 水晴確實不樂觀 文美華表示 本週的中央 旱災應變會議上將討論 公五停二細節 一旦真的實施 經濟部規劃分區域供水 而不是分民生工業 或岸產業別供水 由於竹科恐怕首當其衝 有立委建議 應該再建置備援管線 提升北水南宋運量 而預計明年開徵的耗水費 也有立委建議別開徵 長雨之際是調漲用水大戶的水價 這個有助於民生降價 工業漲價 那第二個部分是要有一個 一定提撥的比例 然後這個比例來設一個 停灌的水稻的基金 我們也都在規劃的時候 會一併列到裡面來思考 而氣象預報二十三號晚間 華南雲與溪東移將有一波降雨 一旦能落在集水區 有機會緩解水情 延後分區限水的時程 水利署也表示只要天氣條件符合 也會把握機會進行人工增雨作業 掛在樹頭 蜜猴埋頭吃著野生的波羅蜜 另一頭還有頭蜘蛛蜘 還有頭蜘蛛蜘 是從二月二十一號開始 發生六次火災 最近一次是發生在三月十八號 一次當地有一位農民 他不堪蜜猴長期偷吃水果 所以才把紙包的石頭和鞭炮點燃 要嚇唬蜜猴 結果卻引發了火警被移送法辦 掛在樹頭 蜜猴埋頭吃著野生的波羅蜜 另一頭還有同伴在電線桿跳來跳去 蜜猴出沒在棋尾山很常見 作物被破壞 搶食也是日常 畢明猴群破壞有農民駕王阻隔 有人則放鞭炮動客 當地一名八十幾歲老農 一年多來 種來自己吃的水果都被猴群破壞 日前疑似用紙包石頭 夾夾點燃的鞭炮壓下猴子 卻不慎引發火燒山 家屬說引發火警 老人家也嚇了一大跳 睡不好也吃不下飯 但他長期被蜜猴困擾 即使在果樹梢掛網 不讓蜜猴爬上去摘果實 或在果園區裡掛顏色鮮豔的 寶特瓶也無法阻隔 連養狗下蜜猴都會被搶走 狗實才想用鞭炮阻絕 沒有蓄於縱火的意思 但還是被移送 只是天氣乾燥 齊尾山從二月下旬起 一個月內發生六次山林火災 遭波及的面積約有兩百平方公尺 也讓消防隊員疲於奔命 只得不斷提醒民眾 天乾物燥 真得小心火足 記者王庭陳顯坤高雄報導 中國在日前 是以檢驗出戒殼蟲為理由 暫停進口台灣的鳳梨 上個星期又通知 在二月底到達的五批台灣鳳梨 出現了遁戒殼蟲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就表示 中方沒有提供照片和證據 而且在臺灣的產區找 都沒有發現這一種戒殼蟲 中央海關總署日前 以檢驗出戒殼蟲為理由 公告三月起暫停進口 台灣鳳梨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二十三號表示 問題已經查明 但中方上週又通知 二月底到達的五批 台灣鳳梨 又發現了拔掐黑圓盾戒殼蟲 不過沒有提供照片與證據 且到我國產區去找 都沒有發現該種戒殼蟲 陳吉仲更說農委會定調此次鳳梨 戒殼蟲事件是單純的防檢疫問題 並非有政治因素介入 如果能解決此問題 就能回歸市場經濟 而學者指出中國也屬於戒殼蟲疫區 但中方指稱的頓戒殼蟲 的確在中國國內沒有記錄 而臺灣是近幾年才發現並不常見 甚至不好從外觀鑑定 推測因此成為中方 近臺灣鳳梨的著力點 學者表示進口國都會進行駭蟲的風險評估 如果發現水果上有害蟲 大多會要求當場徵勋處理再入關 或是退運後透過貿易談判 和出口國溝通 但直接判定高風險並停止進口 不符合常規 也凸顯兩岸鳳梨角力少不了政治味 接著被升級請問 王德昕臺北報導 那和今天開始開放三十萬名的六十五歲以上民眾施打AZ疫苗 總統文在寅也和夫人 還有九位幕僚來進行接種 即將在六月份登場的G7進行準備 而因為AZ疫苗在近期是傳出了血栓的疑慮 所以阿斯特捷利康也公布了美國試驗數據 指出疫苗的預防出現症狀有近八成有效 而且沒有證據顯示會提高血栓的機率 六十八歲的南韓總統文在寅 寫同六十六歲的第一夫人金證書 以及九名資深幕僚 二十三號上午九點左右 前往首爾市中路區的衛生所 接種第一劑AZ疫苗 為今年六月前往英國參加G7領袖峰會做準備 二十三號起 南韓針對醫療長照機構 將近三十萬名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及醫護人員 接種AZ疫苗 根據韓國疾病管理廳 二月底新冠疫苗開打至今 已有約六十八萬高風險醫護人員和脆弱族群 獲得接種 目標是到六月 接種南韓四分之一的總人口 並且在十一月達到群體免疫 由於傳出多起接種AZ疫苗後出現血栓案例 歐洲多國紛紛暫停施打 研發的藥廠阿斯特傑利康二十二號宣布 美國最後一期臨床試驗顯示 AZ疫苗對所有年齡層都有保護力 預防出現症狀百分之七十九有效 預防重症住院和病故 則百分之百有效 且專家沒發現有任何安全疑慮 也沒有證據顯示會增加血栓機率 打疫苗擊退疫情 一時之間成了美國的全民運動 知名甜甜圈連鎖店推出活動響應 二十二號起只要秀出有效的新冠疫苗接種證明 就能免費換取一顆甜滋滋的甜甜圈 而不論是否在優先接種名單上 為了確保每一位接種民眾都能領到 這場活動將一路舉辦到二零二二年 公視新聞 林尚如編譯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確診病例 已經連續五週呈現了上升的趨勢 社會組織就認為 這應該是英國變種病毒的散播警訊 至於在美國和法國 也各自出現本土變異病毒 有一些還可以逃過PCR核酸檢測 為了避免疫情的擴散 德國市下令要延長封城到四月中 鼓勵民眾在家度過復活節假期 新冠疫情全球病例數連續五週上升 死亡人數也在連六週下降之後再度回升 社會組織認為這是變種病毒 擴散加劇的一大警訊 美國除了飽受英國變種病毒株威脅 加州也出現本土變異病毒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發現 加州變種病毒傳染力高出20% 會對治療藥物產生抗藥性 更有研究指出會增加重症和死亡的機率 CDC以密切觀察此病毒株的擴散情形 根據法國當地媒體報導 位在西部布列塔尼大區的醫院 13日通報新增79例確診 其中8人染上布列塔尼變種病毒 經過PCR核酸檢測成陰性 最新的消息指出 這8人已經不治身亡 當地衛生局已著手研究 要釐清是否變種病毒能逃過核酸檢測 且更具傳染力及致命性 同樣保受英國變種病毒所苦的德國 正面臨新一波疫情挑戰 總理梅克爾宣布決定延長封城措施到四月中 至於復活節假期四月一號到五號 會加強防疫限制 禁止所有公共集會活動 宗教活動改為線上舉行 為避免德國民眾趁假期出國 當局也會嚴格要求入境者 進行病毒檢測及自主隔離 公視新聞王布文編譯 美國又傳出了重大槍擊案 在科魯拉多一家超市 二十二號下午發生了歹徒持槍闖進超市 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 開槍掃射 包含一名員警在內 一共須有十個人死亡 這也是美國今年所發生的 第七起重大槍擊案 嫌犯是受傷落網 超市門口拉起了重重的封鎖線 還有武裝員警在一旁待命 美國當地二十二號下午將近三年左右 再次傳出重大槍擊案 科魯拉多州博爾德一家超市發生了歹徒持槍 衝進超市 朝無辜民眾開槍的凶案 緊急逃出的民眾回想當時狀況 情緒依舊激動 槍案發生時 有民眾緊急跟著孫子的女兒藏身在衣櫃中 等到警方貨報趕到現場時 緊急從屋頂進入超市 將消費者引導到後門逃離現場 這起槍案造成無辜民眾死亡 包括第一位趕到現場 在當地服務超過十年的五十一歲警官 艾瑞克泰利也不幸殉職 這是美國進入2021年來第七期的重大槍擊案 晚間遠警們護送救護車運送殉職警官的遺體 前往驗室關的辦公室時 也有不少警車跟隨 還有遠警列隊致敬 而嫌犯在跟警方對峙幾個小時之後 也遭到逮捕 警方將他帶上警車時 還能夠看到他身上也受傷 腿部流血 至於嫌犯犯案的動機 警方還需要進一步調查 公日新聞陳盛編譯 東京奧運再過一百多天就要舉行了 今年的正式競賽當中 新增了衝浪項目 所以各方高手都很期待 結果傳出 薩爾瓦多一名衝浪手 凱薩林迪雅茲 在訓練的時候被閃電擊中身亡 家人十分痛心 親朋好友與粉絲 二十一號齊聚在薩爾瓦多西部 自由港公墓 參加衝浪好手凱薩林迪雅茲的葬禮 鮮花照片與衝浪板圍繞著他的目的 大家難以接受年紀輕輕 正要發光發熱的生命 會因為雷吉而驟然畫下句點 我告訴媽媽 我在海裡 我感覺很安靜 我看海裡 我感覺很開心 如果有問題 我會把海裡放在海裡 我會把海裡放在海裡 我就是海裡讓我安靜 我沒有理解 為什麼要把神帶給他 因為知道神帶給他 因為那種燈光 凱薩林迪雅茲現年二十二歲 是薩爾瓦多高人氣 千力十足的衝浪好手 正在積極備戰東京奧運衝浪項目的資格賽 也是國家的奪牌希望 他十九號在家鄉通科海灘進行訓練 原本晴朗的天氣突然轉變 他下水不久就被一道閃電擊中 緊急搶救 仍然無法挽回性命 事發時他的哥哥何熙 正在同一處海灘交衝浪 下課後才得知妹妹已經遭遇不測 她回憶著妹妹曾說 自己寧願在海上 為自己最熱愛的衝浪而死 不料真的發生了 薩爾瓦多衝浪協會 沉紅哀悼 國家偉大運動員離世 國際衝浪協會 依撒也說這是沉重的打擊 公日新聞 舒惠仲平 歐盟 美國和英國等國 在二十二號 是以侵害新疆委乌爾族人權為理由 全部對中國的四位主事官員 還有一個機構實施資產凍結 還有旅遊禁令的制裁 這也是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以來 歐盟首度對中國制裁 中方外交部呢 也在網站上公布了對歐盟議員 和機構的反制措施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外長會議 二十二號對緬甸北韓 利比亞俄羅斯以及中國等國家嚴重侵害人權的行為 批准了一連串制裁措施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最高代表 波瑞爾指中國在西北新疆地區 設立的維吾爾居留營 有虐待強迫勞動 以及性虐待等侵害人權的情勢發生 歐盟決定對新疆生產介慎 B團黨委書記王軍正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廳長殘民國 新疆自治區黨委常委王明山 前新疆自治區人大常委副主任朱海倫 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 實施資產凍結與旅遊禁令的制裁措施 這是自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 歐盟首次對北京實施這類制裁 美國 英國 加拿大當天也同不跟進 澳洲與紐西蘭的外交部長都還表示樂見其成 中國外交部深夜在網站做出回應 否認一切的指控 重申在新疆設立的再教育營 目的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 同時還宣布對支持新疆人權議題的10位歐洲議會議員 以及歐盟理事會政治與安全委員會 歐洲議會人權分委會 德國莫卡托中國研究中心 丹麥民主聯盟基金會等機構實施制裁 措施包括禁止他們及其家人入籍中國及香港澳門 相關聯的企業機構也被限制與中國進行往來 我們稱之為了《律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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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 對我們在新疆的律師的律師的律師 是完全無法基礎的律師的律師 第二 尤其是一條律師的律師的律師 違反了國際法律師的律師 和基本的律師律師的律師 所以我們反對這些律師的律師的律師 第三 律師的律師的律師 美國制裁的議員 如歐洲議會 友台小組主席蓋勒 法國議員格魯克斯曼 以及對中關係代表團團長鮑瑞漢等人 則是推文反擊中國 有的把北京的制裁 視為是榮譽勳章 有的則稱不准他入境中港澳 他還有臺灣可以去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 在蒙加拉東南部的羅辛亞難民營 二十二號發生大火 至少是有兩萬人逃離 有五人恐怕已經遭遇到不幸 這也是最近四天以來 甘難民營的第三次大火 這名男子不省人事 眾人趕緊將他抬離現場 兩位落單的家人坐在幾包家蕩前哭泣 受驚嚇的老婦人被扶著帶到安全的地方 還有人與妻小走散 心急如焚 數百名消防員以及救難人員奮力滅火 但火勢非常大 營區的行政主管表示 一個地方剛撲滅 另外一邊又失火 串燒不斷擴大 至少兩萬人從營內逃出 一名原警表示 大火在二十二號當天午夜撲滅 除非官方出面證實 否則死傷人數無法確定 但聽說有包含孩童在內等多人 恐怕遭遇不測 一名消防員表示 這是該營區最近四天來第三度大火 二十二號這起火災 被認為是當地三十四個營區中的其中一處失火 火勢蔓延到另外三處 持續十多個小時 一位協助消防員滅火的羅興亞難民表示 這是他自二零一七年以來見過最大的一場火災 這座名為寇克斯巴扎爾的難民營 占地三千兩百三十七公頃 收容將近一百萬名羅興亞莫斯林 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二零一七年為了躲避緬甸軍方鎮壓而越境進入孟加拉 官方初步估計有超過九百個茅草屋被火吞噬 約七千四百人無安身之地 前兩次火災則發生在十九號 當時有十多個屋子被燒毀 起火原因不明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 又發生了公車撞死行人的事件 一讓台北客運公車上往行進信義區的松山路和福德街口 一次轉彎沒有注意 撞到一名老婦人 在輾過之後當場死亡 但駕駛員並沒有下車查看 甚至直接把公車就開回總站休息 警方訊號表示 該名駕駛說沒有察覺有撞到人 所以才會離開 全案因過失致死等罪送辦 監視器畫面上可以清楚看到 老婦人組著拐杖 走在行人斑馬線上 不過這已是她生前的畫面 下一秒一輛台北客運的公車轉彎 直接將她撵撞 當場死亡 趙氏的司機卻沒有下車查看 直接開回板橋總站 警方獲報後趕到現場處理 竟立刻聯繫客運公司 但司機卻沒有帶手機 於是派員到現場將司機逮捕到案 根據警方表示 趙氏的馬姓司機年約60歲 在二十三號上午七點左右 駕駛公車沿松山路往南行駛 左轉福德街時 撞到婦人 被撞倒後身體遭前後車輪輾過 頭顱破裂 當場死亡 警方表示 調閱監視器初步調查發現 當時行人及車輛耗置都是綠燈 不排除趙氏駕駛 因釋線的死角趙氏 全案一過世自死罪就辦 但司機當下並沒有停車直接開走 還會以趙氏逃逸罪險來就辦 記者郭俊領 黃立委 張國良 台北報導 因為大行車的釋線死交比較多 也導致傷亡案件頻傳 民法院在去年底是三讀通過 強制要求大行車加裝視野輔助系統 獲得最重可以開罰二點四萬元 但是有科研業者就表示 這套系統是車體前後的行車記錄器 對於行車安全幫助並不大 台北柯運則說 近期是全面的升級 使用了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但目前只有六成車輛有安裝 這是公車左轉彎時 科運業者要求司機唸的口訣 就是希望司機開慢點 再三確認降低肇事率 因為大行車視線死角多 近年更是傷亡案件頻傳 台北市八天內已有兩位老婦人過馬路遭公車碾斃 去年底 立院三讀通過 強制要求大行車加裝視野輔助系統 否則最重罰兩萬四 不過視野輔助系統 其實就是車載的攝影鏡頭 主要是安裝在車體的左右兩側及後方 就像行車記錄器 司機根本無法分神看螢幕 加上畫面小 實用性不大 行車輔助系統是監視器 錄影畫面的一個取得 還有上下車門讓駕駛能夠比較注意這樣子 北市交通局近期補助客運業者升級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包括鏡頭偵測 只要車道偏移就會亮燈提醒 還有疲勞 盲區偵測等 其實就跟近年出廠的小型車 標配的主被動型車輔助系統沒兩樣 不過 只有六成的車輛安裝 像這次造勢的公車三天前才安裝 但系統沒有測試完成 無法啟用 沒想到就不慎撞死行人 台北市公運處表示 先進的駕駛輔助系統 並沒有強制安裝 但實用性較高 能有效降低肇事率 至於視野輔助系統 未來將列為標配 沒有安裝就無法上路 記者 黃亭章國良 新北市報導 玉山管轄公園1991年 在塔塔加友客中心所設置的公共電話 去年19年只有22塊錢的收入 中華電信就評估效益低 要考量是否拆除 那人群人員就認為 這座電話承載很多人的回憶 有時候旅客手機沒有電等突發狀況 還是會有需求 所以就爭取保留 最後中華電信師回應 會以服務工藝為原則 暫時不拆除 手機越來越普及 民眾像這樣 使用公共電話機會跟著降低 這一座設置在玉山國家公園 塔塔加遊客中心的公共電話 從1991年開始啟用 歷經了30年 是園區唯一的公共電話 不過日前 中華電信人員檢修時 發現去年一整年的收入只有22元 向園區人員提到 評估效益低 考量要拆除 不少遊客認為登山過程中 還是可能遇到手機沒電等突發狀況 需要使用到公共電話 域館處則表示 塔塔加遊氣區的遊客 每年大約有70萬人次 其中有不少國際旅客 也會以公共電話來聯繫 除了食物的需求 這公共電話對園區人員而言 也承載著珍貴的情感 因為早年沒有手機 工作人員長時間上山工作 公共電話就是向家人報平安的重要管道之一 所以一個電話它能夠連結就是你跟家人之間或者是你的親朋還有之間那個重要的聯繫 那這是一個很很特別的一種回憶 預管處表示這座公共電話無法只用使用率來衡量價值 日前就在官方臉書PO文呼籲大家多使用公共電話來增加效益 透過積極爭取留置之後中華電信則表示 還是會以服務公益為原則 讓塔塔家遊客中心的公共電話繼續留置 免於拆除了命運 記者王龍濤王新中蔡惠玲南投報道 因為疫情影響讓國旅大爆發 卻也出現了很多亂象 比方高雄納馬夏國中 基於防疫的考量 最近只游客進入 連假日也沒有開放 但日前是有民眾闖進學校去露營 側方勸導 對方卻只回說 他們只有借廁所 攤開營帳 兩人合力將帳篷大概好 這地點在高雄納馬夏國中內的電梯旁 監視器顯示 當時時間已經是二十號深夜十點多 學校明明沒開放 兩人卻闖進來 隔天一早 其他民眾看到向校方通報 兩人卻回說 只是來借廁所 不承認在校內過夜 學校表示防止新冠肺炎 近一年來 全面禁止遊客進入 不只校園出入口有公告 當地里長也在週休二日 遊客較多的時間幫忙廣播 卻還是有人闖入 為了安全以全面消毒 市府表示目前學校開放與否由各校自行決定 但不鼓勵民眾進入校園露營 除非事先向學校申請經過校方評估何可 警方也表示 善入不开放的学校 可能违反社会秩序法 请民众自重 由于防疫关系 国履大爆发 民众闯入校园露营的状况不少 家依旧曾有山区学校明明不开放 却被民众翻墙闯入 帐篷吹炬 直接放在学校里 制造大量垃圾 还得由学校另外找人清理 校方呼吁民众尊重学校的管理 别造成彼此困扰 记者王云亭 陈显坤高雄报道 环保署经由云端资料的整合 可以比对数字来发现异常 锁定可疑的污染源 北区杜塔大队就和新北市环保局等单位 掌握到三重十多家的电镀工厂 有异常排放废水的情况 并展开了突袭 查获六家工厂违规 这小洞疑似是电路工厂业者 偷排废水的管路 稽查人员找了超过半小时才找到 但业者矢口否认偷排 为了验证小洞的水流向河方 稽查人员倒入红色试踪记 在工厂外等待 果然水直接排出场外 这是新北三重 中正北路一带 十多家散落在住宅社区电路工厂的其中一家 去年相关单位动员超过150人突袭行动 一举查获六家违规 目前已开罚230万元 之所以锁定这些工厂是环保署发展 云端督查技术 透过大数据找到可疑污染热区 前往搜证后确认污染事实 为了搜集三重电路工厂的违法试证 稽查人员还要角色扮演 像是伪装成修路工人装设水质监测设备 比起过去被动靠民众检举才前往稽查 云端督查技术有力主动出击 记者们吴家宝台北报道 民法院出审通过了国家重点领域的产学合作 和人才培育创新条例 如果完成三读的话 研究顶尖的国立大学 可以和研究领先企业 合作设立国家重点领域的研究学院 但国立大学禁止和中资企业合作 企业所投入的资金也不可以有中资 半导体产业为台湾撑起一片天 但台积电联发科等龙头 曾当面向总统蔡英文反映缺人才困境 教育部为此提出国家重点领域产学合作 及人才培育创新条例草案 并经立法院教委会22号出审通过 研究顶尖的国立大学可和研发领先的企业 合作设立一个研究学院 设两到三个硕博班 聚焦国家重点领域的高阶科技人才 以沙盒创新模式引入产业资源 小规模事办松绑法规和组织人士 教育部认为可达到产学研三营 对此清大表示已做好准备 若条例三读通过一定会提出申请 不过原本以为政府找资金学校提申请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听到感觉上是我们要直接先面对业界 再去找政府的钱一起来 有点像是现在大产学 我想不管哪一种形式 该我们负责该找业界 我们现在都在做准备 清大表示原本规划两亿设立半导体学院 接下来得看合作企业的资金额度来调整 教育部则表示 合作企业资金虚高于政府资金 政府资金来自国发基金 不使用原有的销务基金 而且立委附带决议通过 禁止和中资企业合作 投入资金不得有中资 投审会那边会有一定的防堵机制 我们有一个审议会会做比较详尽的这个调查 教育部强调政府跨部会审议会 大学监督会以及研究学院管理会 能够有效把关 只是高教工会批评国立大学 恐割让为外界控制的租借 而且至今没有任何评估报告 也未曾召开公厅会 不排除有进一步的发声与抗议 成功处理了荷兰人的郑成功 在台湾是被视为民族英雄 至于父亲郑之龙 因为祥民又想清了海盗形象 在历史上极具争议 而明幻文制作的旗舰大戏 海贼之王郑之龙传奇 是以航海时代的视角 来看郑之龙还有当代人物 以及台湾是如何从海外的小岛 成为世界重要的战略要地 在好队友的祝贺下 郑之龙成为新任船长 开启他的航海人生 对于台湾来说 成功驱逐荷兰人的郑成功 被视为民族英雄 但父亲郑之龙 却因为赏民赏青的海盗形象 一直备受争议 也很少成为戏剧主角 明幻文推出了旗舰大戏 海贼之王郑之龙传奇 他脱中原思维 从大航海视角 探讨郑之龙 还有他是如何让台湾 跃上世界舞台 郑之龙在每个时期 他都有不同的名字 他有一个英文名字 那他以前叫医官 背后都表示着这个人 他怎么样当时的人生经历 还有他当时的选择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这个对国家 我们要忠于哪个国家 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们不知道为他平凡什么 我是说我们应该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但用这个汉影的角度 这些人他为了求生存 那他必须展现出 他生命的任性 不只题材选择创新 舞台上更是要呈现郑之龙 从经历的每一场重要海战 云皇原指出 除了船舰之外 不会有特技演员 从观众起摆当到舞台 以风部演出 多元视角 让观众从正真龙的海盗生涯 人生选择 兄弟情谊等多重支线 来了解台湾 观众朋友晚安 今天台湾上空的云量 是比较偏多的 其中在北部地区 还有中部的山区 还飘了一些雨 那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 受到封面通过 跟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从晚上开始 水气就明显增多 各地都可能有下雨的机会 其中在中部以北 跟东北部地区 降雨是比较全面的 属于阵雨的天气形态 南部以及花莲台东 降雨是局部比较短暂的 而这个降雨会持续到 明天中午之后 到了明天下午 入夜之后 这个水气就会明显减少 西半部地区就会变 转为是多云的天气为主 温度方面大致上在明天白天高温 北部一整天的高温只有17 18度 整天都是属于凉冷的天气形态 中部地区的高温跟今天相比 因为下雨的关系 也会略降一度到两度 那明天入夜之后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整个温度又会比今天入夜之后的 这个低温战略降一度到两度 所以提醒大家要留意这个温度的变化 注意保暖 真正温度回升比较明显的时间 预计会在周五二十六号之后 天气比较稳定 温度回升才会比较明显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今天晚间到明天 因为封面通过 还有东北季风稍微增强 所以各地天气比较凉 中部以北和东北部有震雨 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接下来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北部地区是十六度到二十度 中部地区是十七度到二十一度 南部地区是十八度到二十七度 东部地区是十七度到二十五度 外岛是十二度到二十一度 来关心明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北部到中部地区是良好等级 云南普通等级 高屏地区是敏感等级 云南华东还有外岛 全部都是良好等级 赶紧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